我叫七等贤,病床上的是我的母亲 一旁的医生看了看病床上的患者,摇了摇头说道 抱歉齐先生,您的母亲被查出来是肝癌晚期了 现在已经无药可救了,我们尽力了 听完七等贤立马就泪水打湿了眼眶 母亲从小和你相依为命,为了供你上学 积劳成疾,来不及想半点福,就落到了这般境地 医生,求求你救救我妈,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有倒是有,就是肝移植,现在医院正好有这个资源 不过得花不少钱,保守估计前期至少得要二十万 二十万,救,一定要救,我还有二十万 钱没了可以再挣,可我母亲只有一个,失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看在你这么又孝心的份上,那就再给你几个小时时间 你得尽快筹钱,如果再往后拖,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那肝移植都没办法了 多谢医生,一定要等我,我这就回去拿钱 七等贤你回来了,妈那边怎么样 是快要不行了吗 医生说,如果能尽快进行肝移植,还有得救 需要二十万手术费,还好咱家还有 妈还有一次机会 说着,你转身进屋去拿银行卡 王楠楠脸色一变,急忙叫道 七等贤,你站住,你要去干嘛 我要去拿钱给妈治病 对了,钱放哪里了,快点给我 王楠楠神情一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钱是不是又被你打回娘家了 楠楠,这可是我妈的救命钱啊,能要回来吗 要回来?七等贤,你什么意思啊 我拿点钱孝敬我爸妈,哪有联网回药的 医院正好有合适的肝脏资源,能把钱立刻给医院 医院就能立刻为我妈进行肝移植手术 以我妈现在的状况,根本撑不了多久 你赶紧把钱要回来啊 我不管,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想办法 想办法,一时半会儿我去哪儿再弄二十万? 楠楠,帮我一次,把钱要回来吧 我妈等着那二十万救命啊 七等贤,钱已经给我妈了 我不可能再往回要的 你妈都快死的人了,你还往医院里砸钱 你到底有没有为这个家想过? 七等贤身躯一阵,怒气已经顶到了嗓子眼 王楠楠你说话太过分了 而且,这二十万都是我辛苦打工证的 好,你不打我打 你拿起电话就给丈母娘打过去 妈,我是七等贤 楠楠是刚给了你们二十万吗 求求你们把这二十万还给我 那是我妈的救命钱 她老人家现在还在医院等着救命吗 七等贤你放什么屁 那钱是楠楠孝敬我们的 你居然还有脸往回样 当初楠楠要和你结婚 我们就不同意 以你的出生,也就楠楠猪油蒙心才会下嫁给你 现在倒好了 楠楠有孝心 拿钱孝敬我们老两口 你居然还舔着联网回样 我告诉你 我儿子要结婚了 那二十万我们准备拿去给王浩买房副首付了 想要钱,一分钱都没有 说完丈母娘那边就挂断了电话 不给七等贤说话的机会 七等贤你疯了吗 都说了叫你别打了 哈哈,在你们眼里 我妈的命 还不请你弟弟一套婚房首付吗 七等贤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当初我怎么就嫁给了你啊 你为了你那的吗 都搭进去多少钱了 我跟着你吃糠宴菜 连住的房子都是租的 你有没有心疼过我 小浩是我弟弟 也是你弟弟 他要结婚了 我这当姐姐的 难道还不能帮一把吗 帮一把 咱俩结婚三年 我帮过你弟弟王浩那多少次了 王浩那个小子玩物丧志 此宅啃老 全都是被你们惯的 住口 不许你这样说我弟弟 我为什么不能说 他读大学惹了多少事 每次都是我赔钱平事 他要买车也是我出钱给他买 这三年明里 按理我给了你们家多少 你就是个伏地魔 我看不顾我们这个家的人是你吧 你住口 你什么意思 这日子你还想不想过了 你们家拿着我妈的救命钱 去给你弟弟买房子 置我妈于不顾 这日子是你不想过的 咱们离婚吧 王楠楠顿时惊呆了 因为结婚三年 七等贤 从来没用过这种口气说这种话 你 你说什么 我看不见了吗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